秋天都到了但是又有台风形成了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清晨两点已经增强为今年编号第17号的台风杰拉华 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俄兰比东南方大概1500公里的海面上 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是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气象局不排除它会直扑台湾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 下个礼拜二会是关键 全台阳光普照 不少民众趁着好天气到外面走一走 不过要提醒您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清晨两点已经形成今年的第17号台风杰拉华 从台湾东边海东边的海面北上过去 再来就是从巴士海峡附近通过 但当然是不排除它直接朝向我们台湾这样的附近靠近过来 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将会是台风会不会影响台湾的关键 气象局预测下周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容易转为有雨的形态 气温将可能会来到21度左右 因为在今明两天的高温可能像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可能来到31到32度左右 可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因为受到封面通过以后 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些高温可能只有大概27到29度附近 感受上是比较明显不一样 周末全台温度回升 但是周日的下半天封面接近 如果要出游或是晚归的民众 记得还是要期待雨具